I'm so ready! 哇! 情奋拆开玩具,小女孩又惊又喜 不过今年感恩节,耶诞节等假期 孩子们的玩具要再等等了 美国玩具制造商发出警告 全球航运危机和劳动力缩减 将导致整个秋季,假日购物季,玩具供应严重短缺 如果你想拿起热的玩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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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购买更快 疫情中发生了巨大的供应免购买 以及购买延期 也许,玩具玩具也会影响 热门玩具像是小泰克 七彩时尚娃娃 贝兹娃娃 惊喜宝贝蛋都将延迟到货 其中惊喜宝贝蛋又是去年销量最好的玩具 下半年迎来消费忘记 但供应短缺 让玩具商纷纷把矛头指向航运业者 我们仍然在与巨大线运动的危险 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港口 因为最近的疫情 他们正在经历过Delta疫情 美国玩具公司表示 对马仕机等航商非常失望 因为全球货运短缺 已经让货柜价格从去年的 三千两百美元涨到两万两千元 快要七倍之多 在原料和劳动力都呈现 指数增加的情况下 造成中国生产成本增加百分之二十三 不止玩具商需要吸收大量玩具 塞在中国无法出货的库存费用 价格反映在终端商品 消费者更是想买都要等上数个月 专家表示 疫情下航运公司更倾向于银河 像是Walmart Target Amazon 等大型通路买厂客户 因此玩具业将呈现 大着恒大小企业输光的局面 而今年玩具已经预期 会上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疫情之下 父母有更多钱钱 也更倾向买玩具 让小孩在家打发时间 但现在恐怕是有钱 也不一定买得到 东森财经新闻 许时珍张博祥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